大家好 欢迎来到言论 真的是想死你们了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 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小弟我最近去了一趟三亚 筹备自己的小作坊 昨天刚刚回到兰州 看着满满一信箱的刀片 我知道我该更新视频了 其实这样断根我也十分的痛苦 因为我做这个频道之初 就是因为我自己这个小暴脾气 看到那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 就总是忍不住想要怼他一怼 就在10月19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了这么一条微博 他说有网友提问 美国老百姓为什么敢批评政府 不怕被抓吗 然后代表正义的美国大使馆回复说 在美国言论自由是受到 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 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言论自由就是能够不受政府干扰 在公共场合 在媒体在网上畅所预言 包括批评总统 民选官员以及政府 这种文案真的是看得我尴尬来都要犯了 我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看过那种 励志演讲类的视频 里面各路那种励志大师 经常会使用这样一个开头 那就是人们总会问我 为什么我可以如此成功 为什么我总能在繁忙的生活中挤出时间 去学习去冲死自己 其实我只是时间管理要做得比一般人好罢了 哈哈哈哈 总有人问言论 为什么你做自媒体可以做得如此成功 能够轻松作用十万订阅 哈哈哈哈 其实呢 我只是把您各位喝咖啡的时间拿来玩王者荣耀了 以我多年使用这种模式化开场的经验来说 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不会真的有一个脑残 跑来提这么明显脑残的问题 我在三亚看到这条微博的时候 真的是憋出了内伤 自由民主神教的驻外分舵 已经沦落到了要抢励志派文案的地步了吗 哪个孙子叫有网友站出来让我们看看啊 看到这条微博 真的就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在美国写美国抗议日记的公知 我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意见 我今天只是就事论是客观的讲述一些事实 所以呢 这哥们的名字我就不提了 这哥们呢 原来在国内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公知 为了追求民主与自由 一怒之下跑去了美国 原本以为在民主自由的环境里 他的诸多见解能够引领潮流 但是自己在美国摸爬滚打多年之后发现 干了 话是能够随便说了 但尴尬的是 没人愿意听了 原本觉得自己怀财不遇备受打压 这一定是体制的错 这一定是环境的错 现在到了美国 体制对了环境也对了 他自己反而开始疑惑了 哎呀 我怀的真的是财吗 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了很多年 结果多年之后 自己一篇美国抗议日记 居然在国内的互联网上火了 一时之间收获到了不少粉丝 还有媒体找他录节目 我有他的微信 在他火了之后 有一天我就收到他群发的一条信息 他说原本免费开放的朋友圈里面有很多他的文章 现在生活所迫 要开始收费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结果呢 这买卖没做多久 就疯传 自由民主神教的教主 扬言要封杀微信了 我当时就特别替他担心 要是真把微信封了 这哥们又没地方吃饭了 定体问啊 其实这哥们还算是好的 懂得反思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 还是有那么一大群 自以为怀才不遇的公知 总觉得自己备受打压 只要自己能够放开了说 这个世界就会因他们而改变 在国内各种阴阳怪气 说没有自由 然后跑去自由民主的世界 说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根本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说什么 然后呢 又批颠批颠地跑回国内的网络 继续说继续心甘情愿地被打压 还美其名曰 这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 这是为了天下 为了设计 其嘴脸就跟那个 说有网友提问的 美国驻华大使馆 一样的让我反胃 我真的是极度反感 这种只提前因不顾后果的 传销式文宣 在美国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 言论自由不受干涉 你爱说啥就说啥等等等等 只要你关注新闻 只要你有在美国生活的经验 你就会知道 事实并不是这样 咱们不吹不黑地说 美国的网络管制 确实要比国内少 这点毫无疑问 但是我反对这种简单的 把较少的管制 与更好的环境联系在一起 这东西就像是 我在聊文化的时候 我一直都会提醒我自己 文化只有差异 并没有差距 每一个男同志 都摸着自己的良心 问问自己 真的穿得越少就越性感吗 你太低估成年人的世界了 而且说实话 美国自己国内的舆论场 也并不是像他们宣传的那样自由 就比方说最近出的这档子事 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和他儿子亨特拜登 最近陷入到了丑闻当中 拜登儿子修电脑之后 流出了不少很刺激的内容 川普的律师还出来补了这父子俩一刀 又爆出了不少料 我知道这也是最近大家谈论的热点之一 热爱摄影的陈老师曾经教导过我们 拍照与电脑维修是每一个热爱摄影的人 都应该同时掌握的两项技能 很显然这儿子不怎么听话 只拍照不修电脑 结果就结结实实的坑里把爹 但是我倒觉得 这件事情还真不一定会影响到拜登的选情 我觉得那些担心这点小事 影响到美国选举的朋友 其实对今天的美国有很深的误会 我用一句话来解释一下我是什么意思 保证您各位瞄懂 那就是哪怕今天川普百分之百完美复刻一遍 当年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 他川普的民调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 更何况 已经有了一个十多年只交了750美元税 但是却可以花几百万美元 封一个成人电影女明星的口的这样一个美国总统 拜登儿子这点小破事 您各位觉得能掀起多大的波澜 自从有了川普 美国的政治操守政治伦理 那仿佛就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今天美国社会的分裂 不光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 最可怕的是 这种分裂它还体现在道德价值领域 什么是体面 什么是龌龊 原本非常清晰的分界线 已经飘散在了自由相添的空气里了 不好意思 有点跑题 咱们书归正传 自从这儿子惹了这个麻烦之后 美国的社交媒体巨头推特以及脸书 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开始着手删帖了 小扎的脸书动作是最快的 就在报道发布的当天上午 脸书就修改了自己的算法 禁止了这条链接的扩散 推特做的就更绝了 直接禁止用户转发纽约邮报的链接与报道 如果您各位点击分享 就会出现一则通知 好像是说操作无效还是什么的 具体我忘了 如果你点击转发推特上已有的链接 系统则会显示 这一条链接它不安全 那个叫做有网友的朋友 你要有空的话帮我问一问 美国驻华大使馆 如此风骚的操作 怎么对得起宪法第一修正案 立下的贞接牌放 顺便再帮我问一问他们 今天斯诺登正式对外宣布 他已经获得了俄罗斯的永久居留权 热爱民主自由的美国驻华大使馆 是不是应该发文祝贺一下 不要这么小气嘛 斯诺登这哥们说实话真心的不容易 一路非常的坎坷 他一直都表示 只要美国政府承诺不会弄死他 或者给他一场公平公正的审判 他就自愿回到美国 但是耿直的美国政府一直都不松口 表示不行必须弄死你 现在看来这哥们算是彻底放弃了 从此之后 斯诺登就像是粘在美国牙齿上的一片韭菜 只要他们再次侃侃而谈什么自由啊 法治啊 人权啊 我仿佛就能看到那片韭菜 哎呀 灵动而幽默 这位叫做有网友的朋友 在10月21日又跑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下面评论了 然后美国驻华大使馆犹如加藤英附体 用神职手术马上回复了一下内容 又是杰斐勋 又是独立宣言 又是人人身而平等 又是政府必须是人民的公仆 而不是其主人 不拉不拉不拉一大串 我发现美国驻华大使馆 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放这么一个彩虹屁 这个周期非常的规律 平均每个月来一次 如果有时事内容可以结合 就结合时事内容来给大家讲一讲 什么民主啊 自由啊 如果没有时事内容可以结合 那就找有网友来提问 套路基本如此 刚刚过去的这一场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会 也是大选前最后一场辩论会 再一次让我们见识到了 美国的公仆是如何服务主人的 还是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味道 美国疫情失控的责任 完全是因为北京政府 没有能够很好的领导美国人民的抗议工作 北京政府对此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上一场副总统辩论会 彭斯差不多也是这么个调调 据说彭斯现在已经在去北京上访的路上了 最近上访办公室的同志们一定要多留意一下 不管他如何乔装打扮 你们只需要留意那些面如死灰的 浑身散发着性冷淡风的 头上顶着一只苍蝇的家伙 碰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接待 我们要多聆听美国人民的呼声嘛 在这场辩论中川普表示 我们正在学习与病毒共存 我们不能像拜登一样把自己锁在地下室里 人们是做不到的 不愧是地保男孩 能给他安全感的从来就不是什么CIA 而是他们家的地下室 一个多礼拜之前 还在跟新冠病毒搏斗的大统领 现在生龙活虎地表示 他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了很多 他说99.9%的年轻人都康复了 99%的人都康复了 我们必须康复 给大家出一道小学程度的数学题 提问 从前在一个灯泡已经炸掉的灯塔国流行了一场瘟疫 感染了全国上下846万人 并夺走了22.3万人的生命 而灯塔国的大统领告诉小朋友们 这场瘟疫中 有99%的人都康复了 那么在22.3万人当中 有多少人不能算作是人呢 这个附加题 请小朋友们猜一猜 不能算作是人的那一部分人当中 大多数人都是什么颜色的 这个别人家的仆人服侍我只是要钱 美国的仆人服侍我这尼玛是要命啊 不光要命 还附赠死后鞭士等贴心服务 我在之前很早一期视频中 就做了一个小小的预测 我当时就觉得美国应对疫情一定是软弱无力的 我当时就预测 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会是在秋冬流感季爆发的第三波疫情 虽然最近也有不少美国的媒体还有学者 也都开始讨论即将到来的所谓第三波疫情 但是我还是得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我还是要承认一下自己的错误 这件事情我的确是猜错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波疫情 美国只有一波疫情 那就是第一波 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有许多美国人 他们在对待自己本国历史的时候的那种态度 非常的耐人寻味 与其天天在国外这样吹牛逼 吹他们的独立宣言 吹他们的民主与自由 不如好好回家反省一下自己的历史 为什么在南北战争期间 那么多的黑人士兵为这个国家牺牲了生命 但是活下来的那些黑人 他们依旧没有得到原本承诺给他们的自由人身份 为什么在日后的制宪会议当中 美国的这些国父们先贤们 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 把黑人归类为了财产而不是人 为什么就是这样的妥协导致了美国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死伤最为惨烈的南北战争 其惨烈程度超过了第一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到了21世纪 百年之前吹过的牛逼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兑现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那个跑步的黑人 结果被父子两个人给打死了 他们当时所找的理由叫做公民逮捕 所谓的公民逮捕其实就是美国的奴隶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遗毒 公民是谁 白人 逮捕的对象是谁 黑人 其实那个时候所谓的公民逮捕就像是你们家的羊走丢了 我看到了 我把它抓住 然后给你送回去 这就叫所谓的公民逮捕 最让我无语的是我居然看到有国内的公知在吹这条法律 在吹美国的这种民族性 他们的社会制度以及这种公民的责任感 我真的是一口老血就喷在了屏幕上 还有美国的FDA 美国FDA曾经是我非常景仰的一个机构 他们的专业性与独立性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一种用于治疗怀孕女性尘兔的药物 曾经风靡一时 在亚洲一些国家 还有欧洲许多国家都可以买得到 那个时候美国作为一个庞大 也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场 当时有许多药商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手段 威逼利诱 都没有能够使当年的FDA退缩 打死不许这种药物进入美国 就是因为当时他们觉得 这种药物的副作用还不够清楚 实验还不够 结果最后事实真的证明 这种药物 它的确会一定程度上造成胎儿的严重畸形 当时欧洲还有亚洲 有许多国家出现了大量的这种畸形儿 这些孩子在生下来的时候 没有四肢 或者他们的四肢严重的畸形 那个时候的美国FDA是这个 够胆够专业 那时候的美国FDA 就是全世界的最高标准 我是发自内心的福气 其实当年美国FDA做过的这样的例子 有许多许多 这只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 但是今天的美国FDA 从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 美国FDA做过的荒唐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就在2020年的10月23日 美国FDA批准了瑞德西韦用于新冠治疗 而就在上一周 世界卫生组织的谭德塞 谭大爷刚刚说过 瑞德西韦在防治新冠肺炎患者死亡 或缩短住院时间上 几乎没有效果 这句话太长了 我帮大家翻译一下 就是经过实验证明 这药它基本没用 就这么一款处于实验阶段 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的抗病毒药物 而且经世界卫生组织认证 没有用的药 你居然就这么批准使用了 这其中有多少政治因素的干预 我不好说 您各位自己去想吧 您各位知道美国FDA的这个做法 到底有多可恶吗 我给您各位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总是说病毒性感冒 你吃药一个礼拜好 不吃药七天就能康复 那是因为我们吃的绝大部分感冒药 我们治疗的只是症状 而不是疾病本身 最后能够痊愈 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免疫力 抗病毒药物的确是有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不去用它 因为这种药 对我们自身的健康细胞的杀伤力也极强 所以抗病毒药物在使用的时候 必须是肾之又肾 我不太清楚瑞德西韦 这款药具体的药理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如果它是抗病毒药物 那么它的药理必然跟我们正常的细胞活动是有关的 要确保这种药物的安全 需要大量且长时间的实验 但现在就因为川普一句 我接受到的治疗 全体美国人都要享受到 这个药就被批准了 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这种做法有一点草菅人命的嫌疑 有不少川普的支持者喜欢川普的理由都是说 他比民主党好多了 因为他说话算话 再荒唐的事情只要他说了他就会干 我现在怕就怕他说话算话 我就怕他过几天再搞出几款疫苗 让你们免费去打 就在今天 韩国有23个人因为一款流感疫苗死亡了 而且据说台湾也进口了这个厂家的疫苗 不过陈时中说不用怕 虽然是同一个厂家的同一款疫苗 他们的批号是不一样的了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如果您的疫苗出问题了 您自己在家拿笔 把那个批号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逻辑真的是太彪悍了 这种仆人真的是谁爱要谁要 我还想多活两年 今天是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的纪念日 小弟我真的是感触良多 当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凭借着一腔热血 在那种条件下都没有认怂 都没有迷失方向 如果今天的中国人 还被西方宣传的这么幼稚 甚至弱智的话语所忽悠 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趁早一人一块豆腐 撞死自己得了 丢不丢人 见不见 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一篇帖子 一个人生活在美国 在疫情爆发之初的时候 让自己生活在农村的父母 在家里存大米 然后一群父老乡亲 觉得这哥们在美国 就特别高大上 他懂得就比较多 就特别敬仰他 然后就跟着一起存米 存油 存肉 存罐头 现在这些东西吃不掉的 都拿出来喂鸡喂猪了 说来惭愧 我家也有这么个亲戚 那个时候呢 让我外公存米 不买他还不高兴 我前几天去我外公家看着储藏间里面成堆的大米 我脑子里面就浮现这两个字 蠢货 我当时主要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否则我当时就得去骂他 自以为出了个国就通晓时事 待在国内就是愚昧无知 细问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眼中的国际媒体 就是大纪元还有美国之音 现在美国选个总统 结果一票西方媒体都在讨论 美国的选举 中国会不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BBC 今天发布了一条视频形式的新闻 说中国媒体现在铺天盖地 都在报道有关于抗美援朝的内容 央视等主流媒体天天都在播放 美国疫情还有街头的暴乱 把这个作为宣传中国制度 优于民主制度的素材 综上所述 习近平是这次选举最大的赢家 这个神逻辑也是够跳脱的 疫情爆发之初高唱中国切尔诺贝利时刻 各种添油加醋的不就是你们这帮孙子吗 说中国不需要封臣 需要的是民主 不也是你们这帮孙子吗 塑造出这样的舆论氛围 让自己的政客下不了台 只能就着你们这套话术 继续铁着头往前走 造成了这么多的伤亡 不也是你们这帮孙子吗 现在把你们家里发生的事情 重复一遍 你们就受不了了 这心理素质也忒脆弱了 其实我们中国人特别的简单 特别的单纯 就一路静静的看着你们花式作死 最后你们偏说习近平是最大的赢家 好吧你说是就是吧 对了 刚好习近平最近有话让我带给你们 放给你们听听 这应该是我近些年听到过的最接地气的大白话 希望这帮货能听得懂 今天这期视频有点混乱 希望大家多多担待 小弟我刚从三亚回来 这次去待了一周多的时间 不是去玩的 主要是布置了一下自己的小作坊 添置了一些家具 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这次的时间真的是很不凑巧 来迎接我的是三场台风 自从我到了三亚 我这身上就没有干过 一下飞机打开手机之后 就是几十条的留言 全部都是恭喜我订阅超过十万的 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感动 特别的感动 外面狂风暴雨 但是身上依旧是暖洋洋的 这里不是煽情 也不是修辞 是三亚那个鬼地方 雨都下成那样了 还能热得你浑身出汗 本来我想给大家拍一拍我的小作坊 原本以为一周就能搞定 但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年轻了 估计等我下一次过去的时候 才能彻底弄好 到时候再拍给大家看看 有很多观众都是从我 只有几十几百订阅的时候 一直一路陪我走到十万 真的是非常感谢 你我也许素昧谋面 但是却在精神世界里 勾勾搭搭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真的是感慨万千 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那么一眼 结果就成就了这么一段孽缘 那么不妨就让我们把这段孽缘继续下去 等到你我的头发变得花白 等到我也能够坐拥百万订阅的时候 在茫茫人海中你我不需相识 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可以认出彼此 然后大声地喊出那句话 死鬼 你怎么才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